袁子袁子,睡了吗?我进来卡,你美丽可爱的小姨进来了哦。 双引号。 江玉尔没有敲门,压低声音,在门外鬼鬼祟祟地说道。 张元清深吸一口气,把负面情绪压在心里,搓了把脸,低声道。 进来。 门把手凝动,打开一道缝隙,小姨捏手捏脚,鬼祟地钻进来,快速关门。 江玉尔穿着灵口香蕾丝的白色睡裙,极细的裙摆下是两节白玉般的小腿,玲珑玉足踩着粉色凉拖,脚丫子圆润精致,涂着红艳艳的指甲油。 鬼鬼祟祟的。 张元清美好气道。 她心说,不知道还以为你私会情夫呢? 值得一提,经历了白天的事儿,当日值班的门诊医生,都得到了长达一个星期的假期。 小姨回家后,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自己经历的危机,抱着外婆阴阴哭泣说,只差一步就见不到娘了呀。 外婆吓坏了,母女俩抱头痛哭。 小姨由此获得外婆的怜惜,对她容忍度大幅提升,怎么做都不舍地骂了。 江玉尔采着梁拖,颠颠地小跑到床边,双手抚着臀儿坐下,敲咪咪问道,你后来哪去了? 智安元冲进来后,我怎么都找不到你。 智安元解救人质时,张元清已经被李东泽等人,提前一步送走救治。 张元清看着小姨,她眸自亮晶晶的,神色尖透着期待和兴奋,像是发现了秘密的小女孩。 真是个天真的小姨啊。 张元清心底叹息,脸色严肃道。 看来我身份瞒不住了,实话告诉你吧,其实我是国家超能力特工队的成员,专门对付一些潜伏在黑暗中的邪恶之徒。 我白天是学生,夜里徘徊在城市的街道上,承恶扬善。 超能力特工队,江玉尔小手捂住嘴,低呼一声。 张元清,是的,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超能力者,为了社会的和谐安定,我们不得不隐瞒身份,成为无名英雄。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觉醒了,并加入超能力特工队,成为了无名英雄的一员,按照组织规定,我是不能暴露身份的,但既然小姨你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,就只能和你坦白了,你千万要保密。 小姨连连头,我懂我懂,我今天签过保密协议的。 她越想越兴奋,但旋即眉头一皱,露出担忧之色。 原子,这个什么超能力特工队,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。 双引号,你不用担心。 张元清哼哼道,你别看我年轻,我其实是很高级的成员,整个松海的超能力特工部,都要尊重我的意见,听从我的指挥。 你也看到了,今儿的事,全是我一个人摆平的。 你这么厉害的吗? 小姨这才放心,满脸崇拜。 仿佛重新认识了外甥。 张元清表面不动声色,心里非常享受小姨的崇拜。 那我也能觉醒吗? 江玉尔无比向往地问道。 这个。 张元清摇头,不是我自夸,觉醒是看天资的,只有像我这样天赋异禀的人才能觉醒,而过了十八岁还没觉醒的,基本就是没天赋了。 说完,他看见小姨谷遮塞,露出失望神色。 你真厉害。 江玉尔佩服地说。 他全信了,我从他眼里看到了崇拜,看到了仰慕,哈哈,难怪那些神棍能骗才骗色张元清咳嗽一声,道。 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,干我们这一行很危险的,时刻要防备邪恶之徒的报复,泄露身份的话,会波及家人。 就像缉毒员。 是的。 小姨又巴拉巴拉问了很多,张元清对达如流,从容应对,小姨要求他表演超能力, 张元清严肃地拒绝,说,曾经有一位大佬说过超能力不是马戏,我们只对邪恶之徒重拳出击。 嗯,那位大佬就是我。 工资待遇怎么样? 小姨问得差不多了,想起工资还没问,连忙补充。 提起这事儿,张元清就来劲了,心说我怀揣两百多万巨款,苦无装逼对象。 他刻意用陈缓的口吻说道。 收入还是不错的,我今年只用了短短五个月,挣到了五百万。 快夸我,快崇拜我。 他心里低呼。 小姨果然发出惊呼声,五百万。 那你存个几年,比你舅妈都要富有了。 张元清义正辞言。 干我们这一行,钱不钱的是其次,主要是报效祖国,造福百姓。 小姨喜滋滋地说,那我以后就可以花你的钱啦,反正你没有女朋友。 女人,你再想屁吃呢? 张元清喝一声,那不行,我的钱是要用来造福百姓的,不是给你买衣服买包包的。 小气鬼。 女人,注意你的语气,坐在你身边的是一位百万富翁。 江玉尔一直在他房间待到凌晨两点,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 呼,总算应付过去了。 张元清在小姨面前人钱显胜,收获了崇拜和羡慕,心情莫名地好多了,今日惨败留下的郁杰,竟不知不觉散去,知觉浑身轻松。 果然,人还是要装逼的,装逼能排解苦闷他盖上空吊背,酝酿睡意。 明天去见一件小绿茶,这种安慰人的事,还得他来,喝,就是不知谢家会不会因为李显宗的事,对我改变态度。 这几天还是要去单位,但必须易容去了,我的何关雅学医学格斗术,一直没时间,也没动力,不能再耽搁了。 第三次副本开启前,一定要把格斗术提升上去,等我回来干掉李显宗希望狗长老能尽快带着红武鞋回来。 想桌想着,他沉沉睡去。 清晨的京城,第一缕阳光洒下,四合院里的槐树在晨光中舒展,嫩绿的叶片闪烁七彩光晕。 微风徐徐,枝叶摇曳,发出孩童嬉笑打闹的声音。 槐树下的唐椅空无一人,他的主人已经多日不曾在树下小气。 突然,四合院的景物扭曲起来,呈现波纹状,紧接着,一道人影凭空出现在唐椅上。 死人头发花白,白汗衫,大裤衩,与寻常的京城老大爷并无不同。 但他现身后,周身皮肤裂开,一道道滚烫的金芒字体内喷涌而出,从他瞳孔,嘴巴,鼻腔里喷涌而出。 老大爷的身躯迅速叹化,几秒内,变成了一具浇湿。 灼热的金光烤焦了槐树的叶片,让藏在树中的孩子们发出阵阵仓皇恐惧的叫声。 十几秒后,焦尸睁开双眼,碳化的皮肤一块块脱落,露出新生的嫩红血肉。 胸腔里的心脏再次跳动,孙长老缓缓吐出一口气浊气,道。 去给老夫取衣服,你们这些没眼力见的瓜娃子。 一道阴风从树梢里窜出,推开窗户,额请,阴风卷着汗衫,内裤和大裤衩,摇摇晃晃地飘了出来。 孙长老抖落叹化的血肉,换上干净的衣衫,又道。 去找小王。 倦来衣裤的阴风没有去,而是回到了树梢,接着茂盛的枝叶里传来稚嫩的争吵声。 你去,该你去了。 我不去。 不去揍你。 双引号。 几秒后,衣方妥协了,化作阴风飘出四合院。 孙长老躺在摇椅上,闭目养神,脸色略显苍白,眼带浮肿。 几分钟后,脚步声匆匆而来,穿着黑衣黑裤的中年男人,在阴风的带领下,跨过门槛,进入四合院。 孙长老,您终于出来了。 小王惊喜道。 孙长老喊一声,联络一下松海分部的狗长老。 我有事要找他。 五行盟的五大组织里,百花会和太一门最亲密,因此狗长老和孙长老平日里走得很近。 狗长老就在京城,他左儿便来了,等着你呢? 孙长老睁开眼睛,他在京城。 你去请他过来。 黑衣中年人退去,大概半小时后,一只卷毛太迪,迈着优雅的步伐,昂着高傲的头颅,历临四合院。 中年人跟在身后,双手捧着银制托盘,上面摆着衣裳色泽灰败的红武鞋,像是被主人遗弃多年的破烂。 我掐指一算,你近日也该出灵境了。 狗长老审视着他,轻一一声。 受伤不轻,需要我帮忙治疗吗? 孙长老当然不会放过使用回复术室的机会,道,麻烦了。 呵,虽然夜游神拥有不错的自愈能力,但我这次受的伤有点不同。 泰迪微微汗手,缓步走到摇椅边,抬起一只爪子,按在孙长老腿上。 明亮但不刺眼的绿光升起,让四合院染上一层亮绿色,沐浴在绿光中的孙长老,脸色渐转红润,浮肿的眼带消退。 呼。 孙长老畅快地吐息,道,可以了,你来京城有事求我。 狗长老放下爪子,淡淡道,不算求,让你帮个小忙而已,刚才替你治疗,算是支付报酬。 说着,他回首,示意中年男人过来。 后者捧着托盘上前,狗长老道,这件道具被巫术污染了。 孙长老盯着红武鞋,莫名地觉得熟悉,但又说不上来。 好办。 没有多想,孙长老伸出手,掌心悬在红武鞋上方,成澈而灼热的金光喷涌,沐浴在金光中的红武鞋扭曲起来, 附在外表的灰败色彩,如同被洗去的污渍,迅速剥离。 几秒后,他重新变得崭新。 哒哒哒,红武鞋欢快地跃下托盘,在庭院里到处乱蹦。 还挺活泼,是有自我意识的道具孙长老起先以为他在表达脱困的喜悦, 直到看见红武鞋上方飘出一条信息。 你愿意陪我跳一支舞吗? 如果愿意,请原地踏步。 疑,人呢? 他突然意识到,这双鞋子是在找人,但没有找到目标, 所以在院子里到处乱转。 同时,孙长老终于明白为何会感觉眼熟, 这双鞋子是蛇灵隧道中的那双规则类道具,符合旧版攻略中的记载。 也就是说,他的主人是原始天尊。 孙长老收回目光,望向太敌,沉声道。 这双鞋子是原始天尊的? 狗长老汉手。 我正要找你们五行蒙孙长老措辞一下,道,我在夜游神砖属灵境里,遇见了三道山娘娘,就是他把我打伤的。 狗长老挑了挑眼睛上的毛。 那位娘娘很强大,我差点回不来,但也有不小的收获,我大概知道他为何要寻找原始天尊。 孙长老感慨道。 那小子取走了三道山娘娘的羊破,缺了那部分羊破,他无法继续晋升,更无法突破灵境。 狗长老脸色出现人性化的转变,震惊,恶然,狂喜。 那小子竟然掌控了古代日游神的羊破。 这是大多数规则类道具都不能比你的。 孙长老咳嗽一声,直入主题,三道山娘娘必然会想尽办法取回羊破,原始天尊等级太低,无法承受这份因果。 太医门愿意交易,条件随便开。 狗长老沉默了。 孙长老皱了皱眉,有些意外,你不愿意。 五行蒙没有夜游神,他的羊破给你们,没有多大用处,你们甚至都见不到他。 我们用不到,但原始可以。 留着三道山娘娘的羊破,等他将来成为主宰,自然能承受这份因果。 狗长老说道。 孙长老一脸愕然,你对他期待这么大? 你知道晋升主宰有多难吗? 爱。 狗长老叹息道,他是五行蒙接下来重点培养对象了,只要通过大体检,我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培养他。 为什么? 孙长老难以理解。 狗长老说道,因为他通关了两个S,即灵径,因为他前几天刚被授予A,即功勋。 而且,有了这份因果,他更值得栽培了不是吗? 孙长老愣住了,他盯着狗长老A,即功勋,你没跟我开玩笑? 他以A,即功勋的难度,得是斩杀主宰及邪恶职业,或解决巨大危机,缴获重要道具,而能做到这些,只有同为主宰及的长老。 地等级行者,怎么可能做到? 狗长老看他一眼,有些怜悯地说道,老孙,你糊涂啊?我糊涂什么了? 孙长老没听懂,再次莫名地觉得这句话熟悉,正带询问,红武鞋啪哒啪哒走过来,停在摇椅前。 一条信息浮现。你愿意陪我跳一支舞吗?如果愿意,请原地踏步。 孙长老挥了挥手,做出驱赶姿势,继续刚才的话题,如果你不能做主,我可以让门主和女元帅沟通。 双引号。话音方落,孙长老就被一个大逼都给踹猛了。 他愕然地扭头看去,看向摇椅边的红武鞋。这年头,居然还有道具赶给他大耳瓜子。 孙长老刚才的驱赶姿势,触发了红武鞋的攻击规则,对于不陪自己跳舞的人,红武鞋绝不手软。 砰砰砰。红武鞋跃到孙长老身上,展开后续攻击,是大力成的,一脚一脚地踩踏年迈的老大爷。 狗长老目光充满怜悯,你是不是忘了这双武鞋的规则? 不陪他跳舞就杀人。孙长老想起来了。 他的追杀无视阻碍,无法逃脱,无法破坏,除非陪他跳舞。 狗长老补充。狗长老目光细血,道,想不到有幸能欣赏孙长老的舞姿,我可以给你一支舞的时间。 孙长老哼道,简陋的规则。 他闭上眼睛,任由红武鞋践踏,灵体脱离了肉身。 孙长老的气息瞬间消失,心脏停止跳动,没有半点生命气息。 对于夜游神来说,灵体出窍是常规操作,一时脱离身体后,肉身就会处于假死状态。 红武鞋踩踏的频率慢了下来,他停在摇椅边观察了几秒,突然飞起一脚,又是一个大逼兜,但孙长老毫无反应。 红武鞋见他已经死去,立刻调转方向,啪哒啪哒走到狗长老身边,一条信息浮现。 你愿意陪我跳一支舞吗?如果愿意,请原地踏步。 狗长老的狗脸陡然僵住。孙长老灵体归位,睁开眼睛,戏谑道,想不到有幸能欣赏到您的舞姿,我可以给你一支舞的时间。 狗长老冷笑一声,好像我就没有手段似的,这舞鞋能伤我分毫? 行了,我来京城的事已经解决,该回松海了。 三道山娘娘的杨破,我不会同意给你们的,除非盟主答应。 他冷哼一声,迈着优雅的步伐,硬着头皮,承受着一脚脚的践踏,快速离开。 目送泰迪消失在院门外,孙长老收回目光,皱眉沉吟了片刻,呼地问道。 我不在的期间发生了什么事?那个原始天尊怎么备授予,哎,急功勋的? 黑衣中年人一边庆幸那双鞋子没有锁定自己,一边把进来发生的事告知孙长老。 原来如此,孙长老恍然,感慨道,那小子的成长速度倒是让我意外,当初没争取他,是我失误。 他突然一愣,有点明白狗长老那句糊涂是什么意思。 孙长老沉默一下,谨慎道。 进来门中可有什么关于我的留言。 黑衣中年人一脸纠结,在孙长老的注视下,只好取出手机,打开夜邮神官网,搜索框输入,孙长老糊涂啊。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手机递上,您自己看吧。 孙长老半疑惑半凝重地接过手机,定睛一看,支箭论坛里,含有孙长老糊涂啊词条的帖子,多达两百多条。 这位得高望重的长老,手微微抖了起来。 他拉动屏幕,快速扫过那些帖子,全是指责孙长老糊涂,错失人才的内容。 渐渐地,孙长老糊涂成为了太医门夜游审表达沉痛情感的专用词。 心情不好的时候,痛心疾首的时候,愤怒的时候,就来一句,孙长老糊涂啊。 孙长老的手,颤抖得愈发厉害。 他再往下看,发现最开始的数十条孙长老糊涂啊,竟源自同一个人,同一个名字。 袁婷。 大胆。 这群狗东西,居然敢在论坛里编排老夫。 倒也不是黑衣中年人说。 嗯。 孙长老看向他。 他们在聊天群也编排您。 孙长老勃然大怒,把袁婷给我召唤过来,今晚见不到他,老夫就亲自去松海打折他的狗腿。 孙长老糊涂啊。 夜游神聊天群里,袁婷习惯性地发表感慨,继而谈论道。 我认为,虽然袁婷天尊昨日险些惨死李显宗手中,但这不代表他潜力不行,二级和三级的差距有多大,咱们心知肚明。 何况李显宗经历的灵境次数多,道具数量也多。 简记,袁婷,你也要小心了,李显宗找不到原始天尊,会尝试猎杀其他三级行者。 你是夜游神,你的赏金会比其他手续职业高。 袁婷,呵呵,我会让他知道,三级夜游神有多强大。 正聊着,来电显示取代了群聊界面。 王执氏找我。 看着备注的名字,袁婷愣了一下,王执氏是孙长老的助手兼心腹,和他是没太多交集的。 虽然大家互换了联络方式,但一整年都不会有通话的机会。 袁婷接通来电,道,王执氏,您有何吩咐? 王执氏低沉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来。 袁婷啊,孙长老出来了。 他知道了你们编排他的事,非常生气,指明道姓要见你。 你啊,让我怎么说你爱,自求多福吧。 我现在写遗嘱还来得及吗? 袁婷感觉自己正一点点的实话,满脸的生无可恋。 PS,糟糕,作息又紊乱了。 睡觉睡觉,措字明天再改。